第十二月份 第十二月份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十二月份的月刊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非常的新人 主题是生气如何影响公司的生产力 那我们又如何转化它 那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里头 我们都会生气嘛 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 有的人会 比较多 有的人会生气的比较少 那有的人会控制情绪生气的时候会非常好 有的人就没有办法 就会发出来 那他们可能控制得非常好 可是心里面其实是不舒服的 对不对 那我也和大家一样 我也都会生气的时候 那我就发现 我生气的时候 我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会不说话 然后我会离开那个现场 那我就发现 那我就发现 生气其实影响我的生活 所以当我在生气的时候 其实我的意识是无法专注的 也无法做出对的决定 所以我也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也无法看到我的团队 的优点 然后我也无法看到 他们给我很好的创新的点子 我也无法去接受 所以 而且我就发现 在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会说出一些伤害他人的话 所以我就发现说 我的环境 我工作的环境 我团队很不开心 不只是在公司 而且是在我的家庭 也会很不和谐 所以每个人就在发脾气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不只是在公司里头 很严重的伤害到团队的精神 那我看到这个严重性以后 我如何去改变 我其实是用葛西老师的一道工具 叫做三十书 来追踪我的生气跟我的情绪 那当我在生气跟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写在我的这个三十书 我就会约束我 可能两个小时 不像任何人发脾气 那我也写在里头 就是要种新的种子 来改变我的种子 所以呢 我就会 比如说我就会去占 一天我就要占每三个人 那其实说到来 写得很容易哦 其实做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哦 可是因为这个坚持 我就看到我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结果是非常好的 就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够看到 我的意识更能够稳定 也更清晰 能够做出对的决定 那我也看到我的团队 我也开始看到团队的优点 看到别人的优点 然后我也看到我的环境 不只是在公司 而且是在家庭 越来越和谐 代表说我的生活里面的人 也开始在减少他们发脾气的时段 那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因为这个团队的 如果我们要有很好的公司的生产力 我们团队必须要和谐 也必须要很开心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有一个和谐 有开心的环境 会是怎么样的 那我也很兴奋的跟大家分享一件 非常开心的事 就是在2019年6月15号 16号 格西老师将会到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来教授我们十阶的城市秘籍的课程 叫做 哇!主题非常吸引人 叫做战胜愤怒 所以不要错过 请你和我一起来 参加这个活动 那明年就是2019年 我也在这里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头 能够你的环境更和谐 那你也会很开心 谢谢大家 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